共聊國中與台灣師範大學美術學系 台北國際藝術博覽會 和美國在台協會合作 請來美國著名的手工書創作者 到偏鄉帶小朋友玩手工書 要透過課程讓小朋友發揮創意和想像力 也透過外國老師全程英文的教學 讓小朋友不害怕英文 我們這次邀請到一個 Cat Bordewin的一個女士 一個訪問學者 到我們共聊國中 來教我們共聊國中的孩子 做我們的手工書的活動 這樣的一個藝術的推廣活動 是我們共聊國中長期在推展的工作 我們也認為說藝術要融入在生活當中 也希望經由這次的一個藝術的交流活動 我們也可以做到我們的國際焦慮 透過這個活動可以讓美國跟共聊的孩子 有一些連結 因為共聊這邊比較少 就是有國外的刺激 然後我們的雙語政策跟藝術教育 就是同時在目前台灣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們就策劃了一個這個活動 然後透過藝術作為一個很重要的媒介 然後讓他們的各項能力可以共同思考 然後最後做出的手工書 可以給不同國家跟文化的人展覽 手工書的製作過程很繁複 小朋友透過老師的教導一步步的完成 最後的內業要小朋友自由發揮 畫出台灣在地及美國國際元素的主題 小朋友將手工書從無到有的製作過程 再結合國際教育 會是學童人生難得的體驗 很開心因為很好玩 有一種興趣的體驗 又可以見到外國人 因為平常都沒有機會見到 然後我也沒有出國過 然後他們就過來 我覺得很好玩很開心 我覺得很開心 就是因為第一次用英文上課 然後也是第一次用針去縫書 因為之前都是用針去縫衣服 很少縫書 所以覺得這樣縫起來很有成就感 未來的共僑國中 我們在我們明年即將邁入 我們實驗學校的一個元年 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不斷的努力推進 就是要建構我們孩子好的一個學習環境 以及多元的一個學習的課程 來增進我們孩子的一個基本的素養能力 偏鄉學童較少出國的經驗 這次的手工書製作課程 結合了藝術 美感及國際教育的跨域學習 要讓孩子們能將美的元素 運用於日常生活中 這次學童們完成的手工書作品 也將於美國在台協會大廳中展出 記者李嘉文共聊 採訪報導